那我不要想到说我这种用ATM理财的方式 变成人家离知我罪名的一个证据 因为多次用ATM存款被质疑洗钱 陈佩琪日前还大声喊冤 但如今不只存款方式成为追查重点 传出简连11号还前往第一银行在内的 数个关股银行分行 调阅银行保险箱的租用记录 清查对象包含柯文哲陈佩琪夫妻 三名子女以及相关亲友和同案被告 很多台湾的司法案件有非常多嫌犯 会把所谓的 比如说关于一些虚拟资产 比如说这个大家很清楚 加密货币的冷钱包 那它可能是用USB载具来储存的 或者是一些这个方案相关的硬碟 还有一些可疑的文件 或者是一些假的证件等等 都会放在这一些保险箱里面 包含一些不法资金 为了厘清柯文哲金流 传出办案人员出示搜索票 在航库人员陪同下使用备份钥匙 解锁保险箱 将里面的寄存物 蜜蜂带回作为证物 柯文哲前幕僚认为 简连的大动作显示 已经开始全面清查 柯文哲嗡嗡嗡家族和亲友的资金流向 检调不只努力的查 还查到柯家人那里去 不管你的断点 设得多严密 防火翔设得多好 那这个保险啊 套不住你任何这个犯法 跟不明的资金来源 一样的状况又是全民大办案 就是特定媒体 对啊那北景是不是又要 不与置评无法证实 他发了新闻稿说 用他认真办 对啊你到去叫班 下去赶快 这个消息满天飞啊 我们都不知道的 特定媒体都知道了 终于受了不满 全写在脸上 但到底保险箱里有什么 末僚们恐怕也不知道 只能把矛头指向司法 明示新闻三个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明示新闻网